这个账本对会长很重要 重要 我把它给烧了 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又在烧账本 就一个数字超错 我想把它烧掉 看你怎么办 放手 要烧到什么了 我就把它烧掉 看你能怎么办 你为什么又要烧账本了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那你为什么放我 你知不知道这个账本有多重要 能有多重要 你随手丢给我的 我看一点都不重要 你是一种没心没肺的人 我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会长 您这是 让我一个人静静 出去 是 回来 你还有什么吩咐 把这两天的申报 都给我找出来 我都要看看 到底有什么蹊跷 是 会长 都要看看 我们要看 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 谁损的了我怎么坑你了 你知道我是做锦鞘药材生意的 前几天你从我那儿 拿走了所有的皮霜 你忘了吗 但是我已经给你钱了 你也别忘了 你是给我钱了 可是你害死人了 我听人说 有人买了山楂文 回家吃了就死了 那并不准我一打听 就是批霜起的作用 这江南谁不知道 做批霜生意的只有我一个人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可不能再骗我了 你说什么呢你啊 有事没事没事一边起 我的 你不能走 你现在就要跟我去警察署 把事情说清楚 这黑锅我不能替你呗 你别羞脸羞 其实是这样的啊 这件事情我跟你说清楚 你给我的那批批说 我都给你哥们了 现在既然吃死人 这是大事 你把我带去警察署 我的哥们都跑了 我多远呢 这样吧 正好下午我那哥们过来找我 我把他给你带过来 你自己问 行吗 行吧 我都我跟你说啊 我可把话说在前头 你可不能再骗我了 现在披霜堵死人了 警察署肯定会找我呢 哎呦喂 老七 咱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你放心 今天下午就在这儿 我肯定过来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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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会长 会长 早啊 你怎么在这儿 这么早啊 我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里有什么 没有啊 还是你手上有什么 没有 我手里一点东西都没有 交出来 哎呀 我手里一点东西都没有嘛 我不喜欢别人欺骗我 我不喜欢别人欺骗我 你给不给 不给 不给 给给给给给你 给给给给给你 这两天奇迹怪怪的 就是因为这个新闻人 嗯 我们回上海 真的 但是你什么事情都要听我的 哎 为什么呀 我都把你送回家了 你急什么 还怕我吃了你啊 任浩明 你想反悔了是吗 你以为我任浩明 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答应送你回上海 但是你什么都要听我的 我 我只说一遍 第一 第一 不许见林峰 第二 每件事情都要向我汇报 第三 每天待在家里不许出去 任浩明会长 我凭什么都要听你的 好 你烧坏的账本 你还记得吗 我的损失 不需要向你重申了吧 不用 反正我又说不过你 哎 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 我想 你应该也不会二十四小时 待在我身边吧 我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我都听到了 信不信 我每天都找人堵你 上厕所我都跟着你 任浩明 你有一天 会为你的霸道付出代价的 我说虎子 能不能把事情干得漂亮点 买个披霜也能被人抓到是吧 没想到老西那小子 消息那么灵通 这山楂丸刚吃死的人 就被他发现了 你说他就是一个卖披霜的 他每天眼睛里盯的都是这个 是吧 封口 咱们真的要干掉他吗 你要不弄死他 这事要是让任浩明或者警察知道 死的就是咱们领 封口 封口 我进来了 封口 你就是虎子的哥们儿 是啊 是啊 哥们儿你够淡定的呀 你拿了虎子的皮霜 害死了人 你什么居心啊 什么居心 反正不是好人的居心 我看你这镜头 是不怕我送你去警察署啊 你一定是有后台的人了 或者你天生不怕死 怕啊 当然怕 不过在你面前 我估计我死不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今天你得死 好 意料之中啊 幸亏我是有备而来 兄弟们 兄弟们 上 弟子们 上 上 上 弟子们 跟上 上 上 好 好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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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去吧你 阮青天你干嘛 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个讨厌鬼啊 不想了 但是 也不知道那个讨厌鬼 他现在怎么样了 还有山楂丸的事情 也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好 好 上人出来 出来了 出来了 给一个说法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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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要一个说法 别安静 请听我解释 今天我们任会长不在 有什么事情 大家提出来 我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 好吗 稍安勿躁 叫任昊明出来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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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礼敬礼敬礼 大家敬礼敬礼 给我们一个说话 给我们一个说话 不要激动 大家请安静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了 任昊明在此 会长 你看他们 各位 我在这里宣布 我任昊明辞去慈善会长一职 所有的事物 由副会长带领 辞职有用吗 任昊明 光辞职就行了吗 任昊明 山兆丸到底为什么会害死人 干啥别激动 关于这件事 你们要给我们一个答复 好了 大家听我说 我知道山楂丸一世 给大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人士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对 大家请安静 请相信我们的人会长 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 满意的答复 什么满意答复 怎么赔偿我们呀 你得给我们一个说话 兄弟都死了 都赔偿 赔偿 这责任 大家不要激动 你们听我说 对于山楂丸一世 我们人士一定会追查到底的 给大家带来麻烦了 至于所有已逝的百姓 我们会尽全力帮助死者家属 患病 所有医药费我们来出 并且每一个人 可以去人士的银行 领两块打烊 对于山楂丸一世 有天儿的结果还是有天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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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点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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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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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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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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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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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哥 任浩明回上海了 楚安跟他回来了吗 楚安 哦 对对对 一起回来的 不过听说这个任浩明一回上海 马上就去了商会 那帮卖山楠丸的顾客啊 已经消停了不少 照这样下去 这件事情 说不定很快就会平息了 要是迈克当时把这些山楠丸 带到国外去 就不只是赔点钱的事了 嗯 这次真是便宜了任浩明那小子 阿淳 你去警察署 去找一下刘警官 然后让他们帮我们查一下这些事情 如果他们需要我们商会配合 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 是 不要 你就是那个货者司机 是 你在这次的运送过程当中 有没有离开过火车 没有啊 没有啊 就是什么 那天我也不知道吃了什么 一直拉肚子 中途停了好几次车 以后万事小心 是 是 走吧 走 来 会长 老王他从咱们家做伸扎完生意的时候 就负责运速伸扎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撒谎 你去把账目本拿过来 我都要看看 到底是谁在贵贵 是会的 我已经假借任浩明的名义 把迈克遇到上海来 估计这两天就能到 见面的地点找好了吗 就在西外滩往西屋里地的码头 特别偏僻 人非常少 你确定他们没有联系上 陈浩明那边有人盯着呢 您就放心吧 会长 喝杯咖啡吗 后天就要和迈克交易了 山渣丸那边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现在正在检查餐缺 那迈克呢 这两天有和他们联系过吗 这 怎么了 直到昨天 迈克一直没有联系我们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 迈克先生之前说过 说只要换了电台的频率 会主动联系我们 所以我一直在等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 应该现在还在英国吧 什么叫应该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急 最近的事情有些蹊跷 一定要马上找到艾克 否则他会有危险 是会的 我现在就去 你好啊 艾克先生 你是任会长的人吗 任会长今天不会来这儿了 不然 他答应我可以交付一半的货款 今天就可以来烟货 恐怕让你失望了 我不在我上 你们任会长 怎么会出尔翻尔 做生意 又要讲细语 会长 迈克先生在一小时之前 已经到了上海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迈克先生一到酒店 就和他的助手 一起匆忙地出去了 知道去哪里吗 酒店招待说 迈克先生问了去火车站的路 知道了 去火车站 小任会长这样做生意 早晚会失败 老大 你来了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很抱歉 迈克先生 今天你来了 今天你来了 就回不去了 要怪 只能怪你和任浩 别做生意 快走 快走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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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四周看看 麦可還扶著 是 是 回家 走 走 啊 天哪 什麼事啊 該死 好 好好 帥隊 好 好 好 走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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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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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哥 防哥 不好了 方哥 我好得很 方哥 那天晚上好像留下了什么线索 任 好明他 那胡彪这个混蛋 然后明查到什么了 一个车胎印和一个空弹壳 让胡彪去顶罪 好 回来 安顿好他家人吧 是 去吧 阮小姐 您怎么了 从昨天回来就魂不守舍的 有吗 有 可能吧 忙了一阵子 突然闲下来 可能有点不习惯 我来吧 喂 林先生 啊 要我现在过去帮忙啊 哦 好吧 阮小姐 您不是要去帮林先生吗 小雅 你觉得我应该去帮林先生吗 当然了 林先生是您的老师 是啊 我应该去帮忙的 管他那么多干嘛 小雅 那我先出去一下 嗯 嗯 虎哥 梵哥有什么新的任务交给我 好 风哥的意思是 让你去死 又好 长狼来了你啊 你不然 就修鬼我不义 这 别动 对了 安安 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我怎么一直没有看见你啊 也没什么事情 我就是去周边玩了几天去散散心 是吗 嗯 对了 下次出去玩 你要跟我说一声 免得我为你担心 林先生 你不要太担心我 谢谢你啊 安安 也许我多心了 因为我觉得 你最近 跟我有些身份 咱们不仅是师生关系 私下 其实我一直 把你当成好朋友的 所以 有什么事情 你跟我说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一定要告诉我 好 林先生 我一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对了 今天我来找你 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这两天你没有去上班 我去帮你讲了情 有务长说 等你回来 就可以再回去工作了 真的吗 对啊 谢谢你啊 林先生 走吧 好 对了 初安安不在家 是的 他人呢 去哪儿了 好像是去见学校的林先生 好位好位 码头惊陷两军无名死尸 给我来一份 等一下 给 号外号外 码头惊陷两军无名死尸 死因蹊跷惨不忍睹 号外号外 林先生 你看看 报纸上这个麦克先生 是不是就是你那个跑样 惨不忍睹 没想到 一夜之间 一个祸生生的人就那么没了 这真的是太残忍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做的 太可恶了吧 是 希望你那位朋友 不要因为此事 而受到什么牵连 会长 已经查清楚了 杀麦克的那把枪的买主 是一个叫胡彪的人 胡彪是青帮的人 可以说是 打劫杀人无恶不足 现在 警察署已经排列为主要嫌疑人了 青帮 对 青帮 那胡彪现在人在哪 现在已经死了 好像是被青帮内部解决的 我向来和九爷 警示不关河水 可最近做的这些事情 明显是针对母彪 我哪里得罪九爷了 会长 要不要我帮您约一下九爷建议 我不想跟帮派有任何报告 是 会长 对了 会长 还有一件事非常奇怪 我们的人看见凌峰进了青帮会堂 凌峰 对 她和青帮又来吧 天天 小雅说您和平时不太一样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怪了怪了 天天 你该不会是恋爱了吧 恋爱 谁恋爱 我才没有呢 但是你看起来 就像得了相思病一样 那是你吧 哦 对了 听说那个小小的案子已经破了 你也说你跟小小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我想我们的身份 应该可以换回来了吧 现在还不行 拜托你再帮我装两天吧 袁浩铭那个人喜怒无常 我怕他知道我是褚安安之后 就给我翻脸了 我可受不了 拜托了 好吧 对了 你跟任会长 独自在岛上待了那么多天 你 对他有没有其他想法 谁会对他有什么想法 来 田田 我们出去散散心吧 出去 怎么样 好 那我们走吧 嗯 怎么 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吗 刘哥 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女孩子 我只想看看 是什么样的女孩子 能让任会长你如此费心色 九爷 听说你牺牲了帮里的一个兄弟 替你顶罪 是 请依附责罚 哪有不得已的补助 你真是怕我责罚你 你就不会这样做 是 风儿啊 我跟你说过 做任何事情 都我多想 否则 你只有一败土地 你不错 不不错 是 一步您放心 不会再有下次 但愿如此吧 走啊 安安 嗯 你今天这么没和宋公子来 你怎么说话呢 我可是自由人 别总是把我和宋承扯在一起 好不好 这位小姐是 她是我的好姐妹 你可不能打她的主意 嗯 我们走 走 六哥 我 会长 楚小姐去俱乐部了 嗯 你说什么 走 走 怎么样好玩吗 还行 待会儿啊 我们也可以去跳舞 是啊 好 谢谢 是啊 啊 所以我说是 坏了坏了 怎么在哪儿都能碰见她呀 甜甜你怎么了 你可谁来了 别看她呀 别跟我说话 就当 就当我是背金啊 你好 你好 我是仁芳 不知有没有荣幸 请小姐喝一杯呢 好啊 这不是楚安安楚条件 你怎么不在这 杨会长 今天聊得非常愉快 我希望下次还能有机会见面 那 不知明天有没有时间约出来一见 好啊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好 天色不早了 要不我送二位小姐回家吧 你送我好了 她就不用了 安安 我就跟任会长先走一步了 你一个人 没问题吧 你们去吧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走吧 请 谢谢任会长 任小姐 你就住在这里吗 我暂时住在这里的房间 我暂时住在这里的房间 嗯 今天谢谢你了 我们明天见 好 封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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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城的事消息可靠吧 绝对可靠 放心 任浩鸣绝对不会想到啊 这次他的娄子可土大了 是 会长 咱们商会发了很多这样的传单 您看一下 任会长 传单的事情 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们商会全体同仁 都相信你 支持你 帮我谢谢大家 都这个时候了 任会长 您就别客气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 任会长 您不用管那些让您辞职的传单 咱们青年商会可离不开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